巴黎奥运会已经过去大半个月 热度也在逐渐消散 然而有一个中国人的出现 却再度让法国人陷入了狂热之中 近日国际巨星成龙现身法国巴黎街头 担任2024年巴黎残奥会火炬手 现场围满了热情的粉丝 他们争相与成龙合影留念 那场面真可谓万人空相 快跟随小编的镜头 一同去领略一下法国人 为这位中国巨星欢呼的盛大场景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解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8月29日凌晨 全球瞩目的巴黎残奥会开幕式前夕 一场激动人心的圣火传递活动 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中国著名演员成龙作为火炬手 参与了巴黎残奥会的圣火传递 为这场体育盛会增添了一抹璀璨的光彩 这次成龙来到巴黎 身穿一身运动系列的唐装汉服 中国风十足 而当成龙在巴黎街头刚一亮相 向来松弛的法国人瞬间就变得狂热起来 在巴黎残奥会火炬还没有开始传递之前 成龙就被巴黎警察轮流排队求合影 警察在合影的同时 嘴里还激动地喊着 Jackie Chan 他们两眼放光 肾上腺素飙升 脸都别红了 终于见到了从小的偶像 合完影之后 他们崇拜到双手握拳 弯着腰恭维地说着Thank you 看看成龙大哥这排面 威风凛凛的警察 在他面前都像个小谜弟一样 成龙和警察合完影之后 还是走不动 在街头每两步就被请求合影 看来成龙大哥的影响力 确实是空前绝后 不过警察排队合影 这还只是小打小闹 接下来成龙参加奥运火炬的传递 那才是空前盛况 成龙换上了奥运火炬手的 专属运动服 坐在游览车上 也是举步维艰 旁边就是外国记者 都想争抢着采访成龙 车旁挤满了人 成龙只能不停地回首致敬 老外工作人员 只能侧着身子当作人强 来确保游览车不被挤翻 真是难为这些老外了 不过能跟成龙近距离接触 心里也是幸福的吧 成龙坐在游览车上不一会儿 全场就齐声大喊起了 Jacky,Jacky,We love you 这场面也把成龙惊到了 连连直呼 Oh my God 没想到自己这么长时间不上镜 还有如此高的影响力 在车上接受采访时 成龙也表现出自己一贯的谦虚性格 仿佛那个大鼻子龙叔又回来了 在发出经典的AYA之后 成龙激动地表示 全球有80亿人 我能成为火炬手非常荣幸 我代表的是影视圈 香港 台湾 以及整个中国 希望奥林匹克能为全世界带来和平 提及对中国的运动员有什么期待 成龙接着表示 我相信中国的健儿 我相信他们 游览车到达指定地点后 成龙开始进行火炬穿地 现场气氛也来到了高潮 街头被人群围的里三层外三层 两排体格件状穿着灰短袖的外国人 特地为成龙开刀 不少现场围观的外国人 也纷纷举起了手中的标牌 上面写着空腹 众人也在大喊 Jackie Chan 还有在场的网友爆料 在场的明星也跟着在喊成龙的名字 甚至连十来岁的外国小孩 都在跟着喊成龙 小编心想 或许这就是老外父辈一代的传承吧 当然盛况还不止于此 在巴黎残奥会开幕式的时候 成龙前面坐着巴菲特 后面坐着马克龙 看到成龙在中间 老外都不看开幕式了 许多名人排队和他合照 都是充满欣赏与敬仰的表情 在看着成龙 在名人圈里 还能体会到众星捧月般的感觉 成龙不愧是活着的穿起 到了晚上 成龙在警察的护送下 离开巴黎残奥会开幕式的时候 依然高情伤了一把 他在上车前 对着所有的巴黎警察 行了个警察礼 看到这一幕 小编不仅感慨万千 成龙确实当得起 让全球人认识他 喜爱他 成龙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原因有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他毫无偶像架子 极为随和 尊重每一个普通人 尽显大家风范 成龙让中国功夫走向了世界 是目前为止 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影视巨星 也是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而随着成龙逐渐老去 小编也希望 未来娱乐圈能再出现一位像成龙这样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功夫巨星 将中国功夫不断传承下去 随着成龙等人完成圣火传递 五彩斑斓的烟花 点亮巴黎的夜空 三大河畔又迎来了另一场运动盛会 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在巴黎正式举行 据央视新闻报道 这是中国第11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本届夏季残奥会共设22个大象 549个小象 届时将有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 4400名运动员参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 田径 毛人足球 游泳 轮椅篮球等19个大象 302个小象的角逐 不屈不挠的残傲勇者将在巴黎再展光彩 开幕式上 女子轮椅基建运动员 孤海燕和男子举重运动员齐永凯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骑手 手持五星红旗入场 带着中国红再次闪耀巴黎 运动员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 在运动领域大放异彩 象征着中国残傲体育代表不惧困难 勇敢挑战的态度 两位棋手昂首阔步地走在中国残傲代表团的最前方 意气风发 而他们非凡的人生经历 也激励着我们不断勇往直前 棋手之一的孤海燕 今年24岁 她在9岁时不幸遭遇车祸 导致左腿高位截肢 出院后不久 她开始带甲肢 做康复训练 身体情况慢慢好转 但心里的伤疤却不容易痊愈 14岁时 孤海燕开始学习基建 随后成为一名轮椅基建运动员 渐渐的 基建改变了她的精神面貌 她不再担心别人异样的目光 健全人基建可以灵活地前进后退 但在轮椅基建运动中 运动员的轮椅固定在可调节轨道的框架上 无法大幅度移动 运动员要以更快的出键速度 与更完美的精准度才能取胜 郭海燕说坐上轮椅被固定在底座之上 我们没有后退空间 狭路相逢必须冲 长时间握肩 挥肩导致郭海燕的手腕 肩部腰部有多处伤病 左手食指也有些微躯 掌心布满老茧 身上遍布于轻 像被人打了一样 除此之外 她还要忍受甲肢磨合的疼痛 尽管训练和比赛如此辛苦 但郭海燕从未想过放弃 她在日记里写下 人只有登上山顶 才能看到那边的风光 要取得胜利 就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随着高强度的训练 郭海燕的基建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成绩得到了质的飞跃 2021年东京残奥会 作为队里年龄最小 且首次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 郭海燕永夺女子 A级花剑个人金牌 并与队友合作拿下了 花剑团体的金牌 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 她取得了五金一银的好成绩 本届残奥会 郭海燕将参加花剑个人赛 重剑个人赛 配剑个人赛 花剑团体赛和重剑团体赛 共五个项目 这一次郭海燕希望超越自我 取得新的突破 她说 每次在赛场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都觉得无比自信 我的头上总是带着一颗星星发卡 也是想说 每个人都是一颗闪耀的星星 都可以发光发热 另一位棋手是1998年出生的齐永凯 齐永凯来自河北唐山 天生腿不残疾 中学时 体育老师发现 她身体柔韧性和爆发力不错 便推荐她练习举重 凭借天赋和努力 2018年 齐永凯进入了国家队 随后 她在国内国际比赛中 多次获得59公斤级冠军 东京残奥会是齐永凯首次征战残奥会 在男子举重59公斤级比赛中 她扛住压力 夺得了冠军 从14岁练习举重开始 齐永凯吃了很多苦 但她从来没有跟家人说过 过去几年 齐永凯饱受伤病困扰 尤其是左肩的伤势 让她一度无法完成举杠领的动作 直到半年前 她才开始恢复系统性训练 尽管东京残奥会夺冠 但齐永凯说 自己仍留有遗憾 因为那并不是自己的极限 在巴黎 齐永凯想更好的成绩发起挑战 担任中国代表团棋手 在齐永凯看来 既是荣誉也是责任 他说 现在的我更加自信 也更加成熟 对我来说 一生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 在举重项目上 不断突破极限 超越自我 在此 小编也忠心祝愿 中国运动员 在之后的各项比赛中 能够一如既往地展现出 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不断挑战自我极限 超越过往成就 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 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